关一个焦点来跟进俄乌战局 对那时刻人民共和国总统顾问基马科夫斯基 在18号表示 乌军使徒在夜间用远程导弹攻击马里乌波尔 但是俄军的防空系统击毁了来袭的导弹 俄军一名副商的副军长马格梅扎诺夫上校 17号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军医院不致取势 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马里乌波尔的现场报道 星期天 俄罗斯达基斯坦共和国总统谢尔盖梅利科夫表示 俄军第涅博核方面军第18集团军副军长 马格梅扎诺夫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军医院去世 马格梅扎诺夫原是俄罗斯海军 北方舰队第61独立旅的旅长 他后来担任了俄罗斯新组建的18集团军的副军长 俄军第18集团军 组建于俄乌开战之后的2023年的6月份 其兵力为2.5万人 主要部署在克里米亚地区 隶属于俄罗斯战区部队的第涅博核方面军 马里乌波尔作为亚树高地的这么一个靠亚树海最近的港口 这也是战略要地之一 那么许多专家表示在2024年的夏季 乌军可能对包括沃尔诺瓦哈 马里乌波尔一线进行一个新的攻势 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 特别是在马里乌波尔呢 俄军也是加强了这种防御攻势的建设 特别是马里乌波尔的城市建设恢复工作呢 目前也是正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当然了 俄军在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呢 这也包括了野战医院仓库 以及后勤联勤中心和训练中心的建设 星期天 阿弗迪伊夫卡南郊敦尼茨克水过滤站 泽尼特和切布拉斯卡防御区 目前均处以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控制之下 俄军清理了阿弗迪伊夫卡城区的面积 约31.75% 消息人士也指出 乌克兰军队从上周四开始就已经开始撤军 周五乌克兰军方正式宣布了撤退的命令 在此次的阿弗迪伊夫卡的战役中 乌军至少有五个旅 即110-53-47-59 亚述第三独立旅 和225特种旅 以及8支的特战团进行了参战 其总兵力达到近4万余人 俄罗斯武装部队也有7个旅参战 其中包括了239辆的坦克和2000多门的火炮灯 俄乌双方在战役中兵力的比例不超过3比1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去年11月初 俄军集群保持无线电静默 突然对阿弗迪伊夫卡实施了攻击 第一次俄军的突击失败 仅控制了波及提 俄军的突击队也两次进入到垃圾山阵地并失利 俄罗斯指挥员也并没有冒进 而是从左翼绕过了科科索西姆和采石场之间 实施分割 今年的2月初 俄军化整为零 小分队对撒谎狩猎村的各地下攻势 进行了土工作业 俄罗斯空天军也每天强化了 对当地的乌军攻势实施 专地巨型航空炸弹的攻击 并摧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守军的意志 目前俄乌两军主力的阿弗迪伊夫卡的星际主线 是从别尔蒂奇阿尔洛夫卡依靠水杖建立 俄罗斯专家的观点 阿弗迪伊夫卡清理还需要授阅 俄军下一个战役的发展 可能在谢维尔斯克周边开始 也有多种的观点认为 继续发展战役还是要休整 对付乌克兰军队春季的反攻 目前从前线的布局来看 俄军需要从阿弗迪伊夫卡 再向前推进15至20公里左右 那么塞维尔斯克 斯勒维扬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役 将就首当其冲 富豪卫视卢宇光 伊万 阿拉曼 马里 乌波尔的报道 好 好 好